反正因為你們輸入可能都不快 所以我今天也不會講很多啦 不用太擔心喔 這邊我現在選這邊的線 然後Ctrl 到這邊 他會選這裡喔 有點爛 所以我還是自己選好了 續翻怎麼放 快速線1 1是那個is true嘛對不對 所以1按下去 稍微滑鼠動一點點就好 然後滑鼠左鍵按下去 再切到縮放工具 上下縮放 左右縮放 然後再切到這邊來看 左側看一下喔 顛倒方向 看一下然後這邊可以切到移動工具 我覺得他可以稍微 nice 這好像比較正常一點 接著 開 S光 把這兩個點 S光是這個 S光 開這兩個點 nice 好像還不錯 然後這邊呢 切到上面 然後再切到 這鐵底一樣切到後面一點 後面一點 接著切到正前方 正前方 這個應該也要拉過來一點 哎奇怪 選到太多了 nice 好這樣子 然後這個透視效應要關掉 接著 這邊的髮像是錯的 是髮像是錯嗎 還真的錯了 混蛋 所以我們現在呢 選面 然後 shift按著不放 選 這髮像要朝外喔 右鍵 flip 沒有flip 所以應該是在哪裡 這裡嗎 這裡嗎 它會有個flip 就是那個髮像量 可以喔 我想起來 mesh mesh fli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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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rror snabber 喔 找到了 flip 髮像量 Normal是髮像量 就是正常的英文單字喔 flip 髮像量顛倒 通通都朝外 他要記得 mesh 這個很重要喔 你會一天到有遇到髮像量顛倒 很重要喔 因為髮像量一定要朝外 你看 這時候就不會像是剛剛那個樣子 一定要朝外是 時薪的狀態 接著 我看一下好現在錄影路要哪一個 不知道 繼續好了 呃 這邊要這樣接過來 好我先接吧 兩條線 兩條線 然後bridge 接起來然後再來是這條線應該要再切一條 因為很明顯的這個絕對不可能夠用按右鍵 Lubicon slide Lubicon slide nice 髮鼠右鍵 左鍵啊 左鍵點一次 點兩次 然後再按右鍵 上下簡單移動一下 接著這邊 兩條線 右鍵 bridge 非常地好 接著是換這邊 這要怎麼接呢 這條線 右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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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鍵 左鍵 點一下 點兩下 收放工具 收放工具 收放工具這個 然後前後稍微移動一點點就好 一點點 好 ok 非常好 那這邊呢 這把機起來 一條線 兩條線 右鍵bridge 右鍵bridge 2 右鍵bridge 然後這個 好像也可以接啦 右鍵bridge 然後再過來 這好像也接著起來 右鍵bridge 非常好 所以應該現在先抓到這裡 然後S光先關掉 現在應該是長這樣子 這其實有問題啦 但我現在沒有要跟你講原因是因為我覺得你 你現在做 修正有點太早了 所以這邊呢 抓到這裡以後呢 先set incremental 好 畫面要還給你了